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朋友在一间咖啡厅参加了一场活动 忽然间 一位女孩走进了咖啡厅 而眼前的这位女孩 却一直忙着与朋友聊天 几天后 终于透过了朋友 要到了她的联络方式 开始了我们第一次互动 两条冰心线 忽然有了交集 你的出现 爱给我更多光彩 你的笑容 爱给我更多快乐 或许是老天的安排 才让我们有交往的机会 从没想过 有一天 我们会一起步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交往过程中 有时会因为彼此价值观 对事物的看法不同 也因此有了些许的争吵 但争吵过后 我们往往会更清楚对方的想法 彼此理解包容 也更爱对方 很谢谢你一直以来的包容 跟体贴 希望未来的日子里 我们可以一直走下去 我一直走下去 2016年的夏天 回到了我俩许下承诺的森林 就地重游 心境却有所不同 有人说 相爱容易相处难 我俩的生活虽有很多不同 却也有很多迷人之处 谢谢你一路以来的支持与体谅 今天我们才会有走上红毯的机会 为你戴上戒指 代表对你的爱 也代表着守护你一生的印记 我爱你 我爱你 耶